OK 上午我们就讲了一个幼儿园和学习班的课程 但我们正式进入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那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我也不给你讲太多理论了 我们只是来干 写程序不就是解程序吗 是吧 讲那么多理论也没什么用 来 我们来干一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 很简单 我来看我们想实现什么 实现的我们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 说用户在控制台 控制台还记得吗 终端啊 我写个终端吧 端还记得是什么吗 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写命令的地方吧 就叫终端啊 当然我们ecliff里面也有终端 ecliff里面也有一个终端 在哪呢 我这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 那如果大家要把这个ecliff的封端调出来的话 在这儿可以 在这儿 这有一个什么 quick adcess 快速访问 快速访问对吗 快速访问对吗 你就是在这儿挑一个 console console就是封端那种 今天有一些旧视 console 是console的那个窗口 你点中它 下面多了一个标签 一个标签是吧 多了一个标签叫做console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那个命行的地方 一个例子里面提前的这种命行的功能 那以后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在这个终端上面看结果 然后也会在终端上面挡断 会在这输入一些信息给程序 就会把结果输出到这 所以console如果你的不见了 比如有些同学一不小心把他拔掉 是不是没了 没了怎么办 在这输入一个什么 console 然后就这个小图标 一个小电脑一个小显示器看到吗 就这个 又出来了 好有同学一不小心啊 搞到这儿去 看到吗 哎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拖来拖去的知道吗 都可以拖来拖去的 那你可以把它拖下来就好了 怎么拖啊 按住它 鼠标左键按住它 然后往下拉 拉到这个地方 哎数字来了 这些东西都可以调的 都可以调的 但是 有可能有些同学会调的特别乱 他可能这个到上面去了 而上面那个地方是我们写成续的地方 我们写那个基本的地方 他搞不下来了对吧 有一个快速的恢复出纸界面的办法 快速恢复出纸界面 在这个window里面 window里面 它有一个perspectiv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就是一种视角 视图的一种 一种视角 然后 它有一个open perspective 打开一种视角了 就是打开一种布局 攻击的一个布局 可以打开一种布局 这边里面它内置的这种固定的布局 我们可以打开哪一个呢 加瓦 你打开加瓦 这边布局都又变了 它就又恢复了 那这些右边这些东西可以擦掉 这些东西确实没什么用 让它变了几千点吧 没了 你别怕说以后找不到 都可以说这些是直接掉出来的 当你用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掉出来的 但是我们其实用不着啊 我们顶多要用一个什么呢 console 是吧 说一个console 诶 都出来了 好吧 出了就是这个啊 那我给大家记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 应该是在 应该还是在 前的这个内容 我给大家记一下 就是在 Eclipse Eclipse的布局 布局调整是吧 这边可以有一个快速 恢复默认 快速恢复默认布局的这个办法 怎么做 菜单 菜单 Windows 是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按哪个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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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选择Open Open Open Perspective 然后再选择其中的 啥 你就给快速恢复了 万一搞乱了 一下就恢复过来了 是吧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打字 刚才你在这个里面就打字 那个字体可能会特别小 体可能会特别小 那我们想挑一下那个打出来的字体的话 是在这儿 那我先给你演示一下效果 那你先不用看我看我到底在做什么事 我现在瞎做个事 只是为了给你演示一下 我在这边 好 先先一个什么文件 来看这个字是不是很小 你看这些东西就是剧本啊 就是我们要写的剧本 那这个字很小 看起来不舒服 那你可以在这 Windows 有一个preference 选项 preference就是选项 选项 点看 点看之后这里有一个 tanner看到吗 tanner tanner tanner是通用的就是 你点开 点开之后这里有一个 嗯 editor tnpg 点开啊 呀 记住地方了 还是在这吧 啊错了错了错 我在这 没记住了 一个appearance里面啊 tanner appearance 然后这里有个colors and font 看到吧 颜色吧 颜色你也可以调的 但是我们一般不调颜色 只调自己 tanner appearance colors 然后这边就出来选择东西 我们选择哪一个去调呢 选择这个 basic去调就可以了 basic就是通用的 基本的 basic这里面有一个text font tanner 文本的 tanner 看到吗 basic里面有一个text tanner 回一个图啊 tanner 然后你要注意一下 选择他 再选择他 再点他 再点他 是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 点 就出现这边东西了 对我 不到了 这边应该是选哪一个东西 basic吧 你要你要在这边选basic 这边选择这个 那这个颜色怎么办 玩呀 玩呀 这个 请背景吧 然后背景之后再选哪个 再选这个 把这个画出来 几多都不好用 你 快 这样吧 好吧 然后再给你勾一下那个东西 勾一下这个 选这个 好吧 修开了 这是 调整 编辑 评点 然后具体怎么调呢 来看啊 我选他 下面就有 这个 改不了了 怎么办 就好了 或者点这个edit edit 是不是变弃 对吧 双击也行 双击也打开 这就有了 我们可以把它选为几号问题呢 你看你的需求啊 然后应用 到了吧 是吧 这就是调整条 嗯 把这个做一种 编辑 快速恢复 然后还有一个条字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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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